大家好 我是舒仁老師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生肖週運12生肖的週運 我們接下來來看 7月31號到8月6號的生肖週運 首先我們先來看 豬兔羊 豬兔羊在這一週 它的生肖指數是一顆星 要比較注意一下 要注意哪一個部分呢 財運受阻 尤其是要小心小人 在這裡大家要特別注意 也就是說 如果你在最近想要投資理財 或者是聽到有新的一些 有關財運的消息跟資訊的話 千千萬萬要求證 或者是自己要做功課 不要憑著你的意想 就把錢放進去了 還有最重要就是 不管是公司或者是在家裡面 一定要小心說話 在人前說話要小心 在人後說話更要小心 因為小人可能就在你 不經意之中得罪了他 而他就在後面傷害了你 這個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接下來我們來看的生肖是 胡馬狗 胡馬狗呢是四顆星 那麼在這個週運呢 你要注意的是 工作繁忙謹慎選擇 也就是說在這個時候呢 你會覺得事業啊 哇好忙喔 很多人呢紛紛的來找你 或者是不管是求助啊 或是請你幫忙 那麼每一件事情呢 似乎都很重要 大家都要求速度 每一個人都跟你說 快一點快一點 好在這個時候呢 ABCD這麼多的選項 哪一個是你要好好先做的 哪一個是你要先交代的 請你就要謹慎選擇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蛇雞牛 蛇雞牛呢三顆星 心意指數三顆星 那麼舒仁老師要交代的 是請你放下羈絆努力向前 也許呢在之前啊 你會覺得工作或是感情 或是家庭 有很多讓你沒有辦法 好好伸展抱負的一些包袱 在這個時候 請你放下這些羈絆 暫時把它們放到旁邊 請你努力向前 設定一個你可以達到的目標 然後我們就趕快 放開雙手往前中全力以赴 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猴鼠龍 哇太恭喜了 你們是五顆星的運勢喔 這時候孫老師要給的建議是 機會當前意外收穫 那麼不管是你的工作運 或是財運 在這一週可以說是你的大運 你會覺得有很多的機會 分之踏來左右逢源 那麼有的時候 會讓你有驚喜的意外收穫 請你一定要把握機會 不要錯過 那麼在這裡呢 財運最旺的是屬猴的人 工作最強的是屬龍的人 桃花運最旺最紅的是屬屬的人 希望這三個生肖的人 要能夠掌握喔